好,同学们好,我们接着上一节的内容讲 继续讲录音这个过程 好,我们定义MyBuffer这个列表 为了存放StringAudioData这个数据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读取的这个属于2000个采样点 这个点对于我们一个音频来说还是非常短的 所以我们要循环的去读取 那么我们要先定义一个计数量 然后当这个计数量小于一定时间的时候 那么这个Time我们在这里定义成2 让它是一个长量 小于一定时间的时候呢 这个循环的从这个StringAudio里边读取 然后读取完的数据呢 我们直接加到这个Buffer这个列表里边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 这样每次读完之后呢 这个Count就自增1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要给用户一点提醒 表示我们在录音 所以呢,每次输出一个点号 来提醒用户我们当前在录音 那么这个录音的时候呢 录结束之后 也就是说这个Count大于这个TimeX20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音频存起来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函数叫C5WAVFile啊 然后呢,这个 注意这里边本来有个Sign 我被我删掉了哈 然后在这边呢 FileNail我们随便给它取个名字 叫这个01.WAV 然后Data呢 就直接把这个Mbuffer传给它 然后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音频保存了 保存完了之后呢 别忘了我们这还open一个Stream呢 直接从生卡采取数据 我们要把这个Stream给它关掉 Close 然后关完之后 这个函数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这个程序要调用这个 录音函数的时候怎么做呢 就直接买Record 然后录完音之后 我们来告诉用户这一切都结束了 好,我们大概的构想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先写好了这个存文件的函数 在这个上面定义了一些我们用的长量 这个采用率 那么这个是PUI Audio这个Buffer 一个Buffer存放多少个采用点 那么Channel这个声道数 我们就是一个声道 然后SampleWide是两个字节也就是16位 这个现场是我们定义为2 就这里面一共采用 循环40次 每读完2000个采用点之后呢 这个CAM就加1 当这个CAM大于40的时候 那么整个读数据的过程就结束了 把这个文件一保存 然后把这个Stream关掉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 OK,这里是告诉我们已经开始采用了 那么我们随时可以说话 并且这个声音会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就说这是Python的一个录音的测试 OK,Over了 然后我们去工程下面找这个我们录的声音 Mine,紫色,GD,Test 在这个MyAudio下面 OK,这0X是我之前写错的一个版本 所以可以不管它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Wav的这个音频 好,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不能看了 只能听了 OK,这里是告诉我们已经开始采用了 那么我们随时可以说话 并且这个声音会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就说这是Python的一个录音 好 刚才看到这个我们说话的声音已经完美的被保留了下来 16微采样这个精度还可以 如果我们想延长一点时间 你就修改这个Time这个球阶变量 那么这里边循环的次数就会多一些 它每次读的时候也会时间也会长一点 那么你录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个内容 基本上呢 已经是把这个 我们要调用这个云与云识别的这个前端的准备已经做好了 能存放文件 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这个文件上传给服务器 然后并且要获取服务器的这个 识别完了之后的这个文档 那么 识别完了之后这个文本返回来到我们的这个本地 那么这个 今天这个技术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消化一下 那么这个PureAudio呢 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呢 它不光可以这个录音 还可以这个放音 比如说这个WV文件 你可以使用这个PureAudio不放出来 好我们先往下看 这个呢 因为放音它不是我们所云识别所关注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毕竟是这个PureAudio模块 包含的东西 那么放音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把这个模块import进来 那么你设定一个缓存区大小 就是说每次读多少数据写入到这个DAC里面 就是这个生卡里面 那么同样的这个 打开这个WV这个音频需要用这个VV模块 你把它用这个尺度模式打开之后 还是同样的实力化一个PureAudio这个类 实力化之后呢 一样的这个Stream 但是这次这个Stream就是 formal就不是16位了 而是这个 你从这个音频文件读出来是多少位 它就是多少位了 那么就getformal fromwise 这个这一句就是获取我们这个WV音频文件的这个 Samplewise就是采样深度 所以这边是8位 那这整个参数反复的就是8位 这边是16位 整个参数反复就是16位 Channel也是一样的 这里面是放音 所以它原文件是多少个Channel 多少个那个通道 这里面就是多少个 然后rate也是一样的 output就是输出 我们录音的时候 这里是input等于1 或者input等于处 那么输出的时候 就这里是output的 它就输出到这个输出流里面 Stream是流嘛 然后呢 播放跟这个录音实际上是相反的过程 它也是一样的 每次是从这个音频文件里面读 1024 也就是1KB 1KByte 那么读1K的这个数据 如果这个数据不是空 也就是说是有效的音频数据 就继续向这个Stream里面写 如果是空数据 那么就直接跳出去 然后break掉 break掉之后这个Stream就关掉 这个输出流就关掉了 然后这个pe.terminate 也就是说这个pure audio 就是这个声卡整个也都关掉了 那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大家可以把用这个用这段程序 把我们刚才录的那个声音播放一下 应该挺有意思的 好 那么今天这个整个技术内容呢 就说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客户作业 客户作业也很简单 就使用pure audio这个模块录音 然后并播放声音 这个我希望大家用这个pure qt 这个goi去实现 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呢 虽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怎么介绍 这个pure qt 因为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综合的实例 这个goi毕竟是这个给用户看的 大部分的功能量都是在这个后台执行 我们这几天说的都是后台的这一些操作 所以这个cozware我希望大家用goi体现出来 就是你有一个录音键有一个播放键 然后录完之后能播放 这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音频文件是一定要存下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 挺有意思的 也是对以前学过的知识点的一个综合运用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独立完成 好 那么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